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根据Trendforce集邦咨询近日的研究,回答Hopper平台H100于今年第一季短缺情形逐渐疏解, 属同平台的新品H200于第二季后逐渐放量。 第三季新平台Blackwell将进入市场。 第四季扩展到数据中心客户。 但今年应仍以Hopper平台为主,包含H100、H200等产品线。 根据供应链导入Blackwell平台进度,预计今年第四季才会开始放量, 占整体高阶GPU比例降低于10%。 Trendforce集邦咨询表示,属Blackwell平台的B100等, 其裸晶尺寸,DiceS是既有H100翻倍。 估计台积电2024年,ColeOS总产能年增来到150%, 随着2025年成为主流后,ColeOS产能年增率将达7成。 其中,回答需求占比近半。 HBM方面,随着辉达GPU平台推进,H100主搭载80G的HBM3至2025年的B200将达载288G的HBM3E, 单科搭载容量将近三倍至四倍成长。 而据三大原厂目前扩展规划, 2025年,HBM生产量预期也将翻倍。 台积电与三星在晶圆代工领域过去竞争激烈, 但是近两年,订单全部跑去了台积电,让三星很是着急。 不过,韩媒指出,超微AMD执行长苏兹峰日前暗示, 将在下一代产品采用三星三奈米制成技术, 将帮助三星缩小和台积电之间的差距。 韩国经济日报Business Korea报道, 苏兹峰日前在比利时举办的MECITF World 2024会议上暗示, 公司计划使用三奈米闸集权环绕GAA技术, 直指GAA相较于传统骑士厂效电晶体FinFET技术, 能提高数据处理的速度与能源效率。 一名韩国业界主管表示, 苏兹峰的言论形同正式确立超微与三星在三奈米代工服务的合作。 消息指出,台积电三奈米制成产能目前都被苹果、高通等客户预定, 超微想拉近与三星的关系, 将有助三星在晶圆代工市场缩小与台积电的差距。 另外, 英特尔为了尽快赶上三星与台积电, 在先进晶片的量产能力, 以抢先导入ASML的高数值孔径及紫外光, High-NATUE设备, 为外界视为是英特尔重返技术领导地位的关键作为。 产业专家表示, High-NATUE成本居高不下, 英特尔抢用High-NATUE恐面临亏损扩大窘境。 台积电年度技术论坛陆续与美国及欧洲举行, 台积电预计2026年量产A16技术, 将结合奈米片电晶体及超级电轨架构, 为业界关注焦点。 当英特尔抢定High-NATUE设备, 消息人士称, ASML今年预计制造五台High-NATUE设备, 已全数由英特尔包下。 台积电此间决定, A16制程将持续采用既有EUV设备, 不打算使用High-NATUE设备, 受到各界瞩目,并引发热烈讨论。 英特尔执行长帕特基辛格·Pat Gelsinger认为, 先前反对使用ASML的EUV设备是错误决策, 拖累晶圆代工事业,欠缺获利能力。 他指出,在采用EUV设备后, 英特尔在价格、效能方面都很有竞争力。 外界关注英特尔抢先导入High-NATUE设备, 能否有助其重返技术领先地位。 专家表示,台积电会决定A16制程不采用High-NATUE设备, 应是经过综合评估的决策。 台积电应明确知道High-NATUE设备带来的好处, 不过,在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, 通过其他方式以满足客户的综合需求。 据ASML指出,High-NATUE设备将数值孔径从0.33增至0.55, 更具高解析度影像化能力, 能够提高精准度,成像更清晰, 有助简化制造流程, 减少生产时间,提升生产效率。 台积电业务开发资深副总经理, 继副共同营运长张小强, 月前与欧洲技术论坛说, 他喜欢High-NATUE设备的效能, 但不喜欢它的价格,成本非常高。 ASML每套EUV设备价格约1.8亿美元, 已经不便宜。 High-NATUE设备报价竟然高达3.8亿美元, 较EUV高出一倍以上, 约122亿元新台币。 专家表示,半导体先进封装重要性日益提高, 将扮演关键配套角色。 英特尔争强High-NATUE设备, 是选错战场、武器, 因为High-NATUE设备, 不是未来左右输赢的唯一关键。 专家说,台积电为全球晶圆代工龙头, 客户多,生态系完整, 且资金充裕, 客户若有需求,且愿意支付更高价格, 台积电势必会采用High-NATUE设备。 专家表示,台积电采用High-NATUE设备持审慎态度, 应以综合考量必要性。 英特尔若大局采购High-NATUE设备, 未来产能利用率值得观察, 预期不排除可能面临亏损扩大的窘境。 当然,英特尔也不是一点后路也没留, 其日前官宣了下一代低功耗库锐, Ultra Lunar Lake的初步细节, 包括整体设计和效能提升, 而更多细节在台北电脑展期间公开, 近日就已泄露了一部分。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, Lunar Lake不会采用英特尔自家工艺制造, 其中包含CPU核心在内的ComputeTile模块, 一如传闻,采用台积电N3B节点3nm工艺, 包含输入输出、控制器等其他单元的SOCTile, 则是台积电N6,也就是6nm。 PIDA核架构代号LionCode, 细节暂时不详。 一小核架构代号SkyMount, 升级为8个宽度的整数, ALU算数单元,9个宽度的解码单元。 因此,效能相比现在一代, Meteor Lake库瑞Ultra里的CraftMount提升幅度可超过10%。 CraftMount相比于12代、13代、14代里的小核GraceMount 只提升了大约4%, 表胜于5,看起来到了下一代小核, 终于要雄起一把。 不过奇怪的是, 现在库瑞Ultra里的两个超低功耗一核, 到了下一代就取消了, 看起来效果不佳。 Lunar Lake笔电将从10月份开始陆续上市, 会比隔壁晚一些。 另外,高效能的Aero Lake 也将是Lunar Lake, SkyMount大小和架构组合, 不过制造工艺主体为Intel 20A, 也是第一次投入使用。 Lunar Lake面向主流笔电和桌机市场, 看起来要晚一点上市, 但表现仍需要实测才知好坏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